2024年花莲县原住民族联合丰联节系列活动已经开跑了 这次有13组报名参加出赛 经过专业评审团的评审之后 有8组进入决赛 并且14号是在东大门夜市太平洋舞台来举行决赛 年度歌曲最终是由独唱组的吕文翔获胜 为鼓励民众与主人参与 这是音乐征选活动 有比于以往 透过全国性网络增见 不限族情不限地区 除了吸引花莲本地歌手部落创作者之外 更不乏许多来自县外台北台东伊兰等县市 音乐创作者一同来参赛 而参赛的主别分为重唱组以及独唱组 让大家以更多元的方式 展现原住民音乐独特性的风貌 14号晚间并且在东大门夜市太平洋舞台举办 欢迎政府针对大会舞歌曲争选方式 将分为初选以及决选两个阶段进行 共计13组报名参赛出赛 竟有首任本县各族群族裔或是乐文化专家学者 拥有音乐实务经验 至歌曲创作工作者 以及音乐领域相关人员专业评审 组成的评审团进行初选评审 最后八组进了决赛 入围的重唱组有四对 独唱组有四对 也顺利选出了今年的年度的大会舞歌曲 也就是我们泰鲁哥族的苏巴大 一起走这首歌 那这首歌会脱引而出 那主要是因为它融合了非常多 非常特殊的包括这个鼓调 包括乐器 还有它歌词的意境 另外就是它在舞曲的部分呢 也可以突破过去泰鲁哥族 比较不容易跳舞的这个节奏 所以它在我们这个八个舞曲当中呢 脱引而出成为我们今年的 联合风年节的大会舞的主题歌 也非常恭喜我们的吕文翔 获得2024年歌曲最终 有独唱组的吕文翔也说出自己的感想 关于部落都市原住民的部分 就是都市原住民或是还在寻根的族人 他们可能被落势了 所以尽可能就是用词的部分 就是让他们不要难过 不要生气 就是我们会一同走向 一同走向彩虹桥的另一个跟你们相遇这样子 这次得奖得到第一名跟 独唱组第一名跟年度歌曲是很开心 因为刚好在今天 1月14号是太鲁哥族正名20周年 所以对老师说是非常的感动 幸福原民处处长杜古桑表示 2024年最具指标性的台湾 云住民族夜舞圣殿在7月19号到21号登场 这次活动从大会舞音乐开始进行征选 在大会舞歌曲出炉之后 也陆续将办理大会舞舞蹈征选等 风链解析的活动 欢迎大家参加太平洋主案最盛大的云住民盛会 来欢迎找到自己的频率以及人生价值 记得join黄色不道